這就是不對,千萬不要做那個無理業 那麼這個呢,有作業的事情 所以呢,這個世尊說,我也不用煩惱將來將生 再來憲寡 那麼,284 項 說,地宗菩薩白佛言 世尊,過去無量阿精基劍 有何出世,何無邊心如來 這個地宗菩薩就直接說 說這個祖佛的名字好 因為後面他要說,就是地宗菩薩就是讚嘆佛的名字好 就是讓我們了解說,我們如果是聽佛的名字 或是念佛的名字,他就有很大的說法 那麼當然,他就說基出過期佛 因為這些過期佛的,可能地宗菩薩他要清經過 那麼他知道說,這個過期佛的,他有這個元力 那麼他是屬性,那麼既性的屬性 那麼,而且呢,這個地宗菩薩也可能清新的 看過過,清經過 那麼這些祖菩呢,他有這個公頂 那麼他們家,地宗菩薩他就說 說過期無量阿精基劍 過期很久以前,有一個佛出世 叫這個何無邊心如來 他的名字好就是無邊心如來 那麼這個名啦,理啦,何啦 我們現在人都沒有分 古早人有分,什麼名聲,何聲,理聲 對不對? 像我們以前,剛才說王偉,智摩戒 這就是根本的微摩戒嘛 對不對?為什麼呢? 他們如果要跟何謂,叫王偉,智摩戒 好什麼? 那就是出那個微摩戒嘛 那麼呢,人有一個名,有一個理,有一個荷 但是我們現在都沒有了 我們現在人沒有荷,那麼多名 古早人有分啦,名是什麼人叫 理是什麼人叫,荷是什麼人叫 那麼呢,這個我們 知道說不一樣就好了 到底有哪個分,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是古早人 什麼名,什麼理,什麼荷 現在都選擇荷 那麼這個人呢,說過去有何謂 叫這個無邊心如來 那麼無邊心如來呢 他教主改來的意思就是 這個祖父在發生呢 是騙一切處,騙一切法 所以呢,就定義有這個無邊心 一樣,祖父在發生 那麼,六祖南主如臨,分是分名 渣身攻擊,積得超越四十劫生四十歲 說過去有何謂無邊心如來 如果有南主如臨的 這就是說,普通的人 那麼他聽到這個呼名,無邊心如來的名 渣身攻擊,渣時三生這個攻擊心 就是說如果有人聽到這個無邊心如來 聽到後有攻擊心,對這個呼入攻擊 這一個超越四十劫生四檔桌 那麼他就可以超越四十劫生四檔桌 那麼四十劫生四檔桌啊 都可以賣 譬如說四十劫啊,再來三億多啊 抵抗幾個啊,特性啊 那麼這個生四檔桌呢 都可以消賣 何況俗化行償 競用讚嘆 何況有的人可以來雕塑 這是有的 這個無邊心如來的這個行償 之後呢 這是可以競用讚嘆 讚嘆粉 那麼這個人呢 紀念那個無量 無量無邊 意思是說呢 聽到那麼好 那麼如果還可以為佛的行償 競用讚嘆 那麼他的福的無量無邊 意思是說 聽到那麼好 特別這個四十劫的檔桌 那麼如果還可以為佛的行償 競用讚嘆 那麼他的福的無量無邊 那麼他的福的福的無量無邊 再來憲寡 說 由於過去呢 行償三劫 有佛出色 佛保性如來的 那麼這個佛的佛叫做保性 佛性呢 他主改說就是我們這個佛性 那麼我們佛性呢 就是一切切間的祭保 那麼主性的三保 那麼這就是最俗性的保 那麼這個佛性如來 六幽南主如臨 文是佛名 一探子慶 發心全意 是臨意無上德 應不退轉 如果有南主如臨 聽到這個佛的名字 那麼一探子的時間 就是我們大一個精頭的時間 很低 可以發心來回憶 回憶這個佛性如來的 那麼發一探子的 大精頭的時間來回憶 那麼這個人 在無上德呢 就應不退轉 無上德就是這個佛道 佛道的應萬不退轉 這都是你說這個佛侯喔 因為都是說聽到的名字而已 所以呢 大眾菩薩為了要證明說 這個佛侯有公正 因此呢 就因說過去佛就是這樣 好像聽到他的名字 就這麼俗性了 佛侯說你也可以 來共用啊 來丁淚啊 讚嘆啊 那麼後面說 乃及你來義念嘛 只有聽到的名字 那麼這個就是說 這個聽到佛侯的名字好 因萬不退轉 所以我們過去的 經典裡面說 這個一路耳根啊 這個佛侯只要是進入這個佛侯的 因爲得獎 對不對 過去這個八萬禁的 黏南無福的人 後來就爭了就爭了就爭了 他就爭了就爭了就爭了 那麼所以說呢 我們聽到這個佛侯呢 他就因萬不退轉 畢竟可以生佛 再來說兩百八十七了 說由於過去呢 有佛出世 由這個佛侯磨勝入來 佛侯磨呢 這是蓮花的名字 紅蓮花叫做佛侯磨花 我們有說分駝立花 這是白蓮花 居物駝花 波侯磨花 這是紅蓮花 那麼這是依蓮花的種鹽 來依蓮花的種鹽 來依蓮花的種鹽作佛的名字 那麼 六幽南竹如林 雲是佛名 立於妮金 這個人只要聽到佛侯裡面 是人當地前喚 行於六幽天中 何況寄生清涼 意思是說 他只要聽到佛侯 聽到他的喜康、喜金 那麼這個人呢 當然呢 這個地方是沒有說 歡喜心或是甚麼心 那麼他們當地聽到佛侯歡喜 這個人呢 他前喚 前喚就是一情拜 行於六幽天 六幽天就是我們幽蓋裡面 譬如說 樹田農天、道理天、告他華主宰天 依來 那麼這都是六幽天 幽蓋裡面的種生 那麼可以前喚就是 行到提定、靈感 行到提定、靈感 這樣一情拜 他只聽到佛侯而已 那麼何況寄生清涼 何況可以寄生清涼 來清涼佛侯明 那麼說對 可以進到修省 那麼這個地方說的是 最慎的 只有聽到佛侯而已 最簡單 只有聽到佛侯而已 待會兒 另外描過來 第二個伯爹就佛了 說由於過去不科蒜 不科蒜 阿荊基劍 有活出生 而筧朱鱂耗如來 過期很久以前 那麼這個佛侯叫筧朱鱂 筧朱鱂 筧朱鱂是形容這個佛侯的修法 军魔都不甘震 所有的烦恼都可以向后 就像说,生日极,所有的压狼压狗 压生的,都是点点 正正,都可以向后 六幽南竹如林,闻世佛名,一念 整依,是云敌有无量寿佛 无定障旗,如果有南竹如林 听到这个,狮子吼如来,他的名字好 那么他整依,他念心,听到佛 佛和热恼,他整向 这个狮子吼如来,我们念辣摩就是 整依的意思,整名,我们说辣摩阿弥陀佛 辣摩摄牙摩尼佛,就是整名 整依的意思 所以,一念一念,那么 狮子吼如来 那么,这个人一念 整依,可以在到无量寿佛 来无量寿佛,就是说,他只是当下,一念 来整依,将来清清清清清,就遇到很多佛 因为,将来有遇到佛 这是佛和,他只要祝在里面 虚子吼,就是说,所应断 就是等烦恼的意思 那么说,六幽 南竹如林,闻是佛名 祇心尖离 祇心尖离,就是 全心,目标,金金,看这个佛像 看名料 然后来丁离 意思说,看到佛像 听到佛像 全心来丁离 再来说,佛赞叹 也就是赞叹这个居留孙佛 既能以 善夹潜伏会中 为大返翁,得受尚继 那么呢,这个人 只要可以善叹 这个居留孙佛 那么,他在善夹的 潜伏会当中 善夹里有潜伏 那么,潜伏呢 他可以当做大返翁 这是有尚继 这个台返翁呢 依照经典来说 这个台返翁就是 请佛赞 请佛赞的天灵 那么,只要 丁离过居留孙佛赞叹 那么,他可以当在潜伏会当中 就做台返翁 意思呢,可以请进佛 而且还可以请佛赞法轮 所以,我们说 十大远翁的说 情传法轮 就是说,本来生佛的时候 来请佛赞法 那么呢,他可以当台返翁 提升尚细 他可以提到这个 尚细就是说 可以生佛、生菩萨的这个尚细 后来返翁 291 说由于过去有佛出世 和彼伯师 彼伯师佛 那么彼伯师佛呢 彼伯师佛呢 彼伯师的意思呢 就是圣官 苏醒的这个 会官啊,帝府的官角 叫做彼伯师 那么英文的 卖对三岐渡 他的生在 人都天都当中 受生妙禄 这是说 没有对岐渡的利益 听到名 再来,反过来 292 说由于过去 无量无所幸好三几 有佛出世 和彼伯师佛赞 如此类 那么呢 这个如来叫做 這個寶聖如來,這個最宗聖、最寧貴的寶 就是寿聖的立環,我們的寶聖的立環 那麼,六幽南駐如林的文是佛名,畢境不堆奧道 雄在天雄修聖妙禄 意思是,六個可以聽到寶聖如來 他的名字好,不堆奧道,他可以在天頂修禄 我們經濟金光明經裡面,流水長者品裡面 流水長者,救十千隻的魚,就是一萬隻的魚 那麼,十千隻的魚,十千隻的魚 供要搭洗的時候,這個流水長者,他就用車,用母車,買車,唱車 沾這個水去灌這個水豬 水豬裡面有十千隻的魚 那麼灌水豬之後呢,又跟他們說話,跟他們規矣 那麼,他們就是聽著寶聖佛 規矣這個寶聖佛 所以,這十千隻的魚呢,都生天 都脫離這個奧道 那麼,這個就是寶聖佛 意思是,金光明經 還有十千隻的魚 聽到這個符合之後,都生道理天 都生這個道理天 那麼,再來說,由於過期有佛出世 和寶聖如來 六幽南竹如林,文氏附名 生共景心,是人不救在阿羅漢戈 這個寶聖如來,就是說這個最好 中嚴 那麼,如果南竹如林聽到這個符名 三生共景心,這個人沒多久可以賞阿羅漢戈 賞阿羅漢戈 再來,反過來 這都說過期有佛,他的公墊 兩百九十四,說由於過期無量阿針旗夾 有佛出世 和這個袈裟床如來 六幽南竹如林,文氏附名 超一百大夾生死一座 那麼,這都是說聽著附名這樣 一樣,就可以賣賞充 參考我們中間關無量修復經 大家經常講,可以賞阿 abusive道婦 可以賣八十億元的生死當座 那麼聽輻的 符合 ично間無量修經 這 Może相換中間 說可以賣八十億元的生死當座 那麼這個 Hier 所在也是一樣 說超一百大夾生死一座 再来2995年,说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和台通三王如来 由由南渍如林,闻是佛名诈 是因敌有行佛三佛,公有俗法,必行佛提 意思是,如果有听到这个台通三王如来 那么听到这个佛名诈 这个人可以对行佛三佛,公有俗法,必行佛提 这都是佛号啦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宝圣如来 我们要求蒙山诗十无来,那么多宝如来,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妙色圣如来,那也是佛号 所以众生听到,众生听到这个佛号 那么他就有这个大利益,再来2996年 说由于过去有正卫佛 三翁佛,地省佛 正明翁佛,地省酒佛 无省佛,妙省佛 万卫佛,卫民佛 无如是定不可说佛 那么这个佛号,佛名,我们就不改遍 我们知道说的这个,无需尊佛的佛号 这是地宗菩萨 因过去的这个正明,过去有这么多佛 他还有两百个就说,世尊 现在,未来一切众生 六天,六灵,六南,六路 那么说,为现在到未来的众生 不管是天,一定的这个天灵 这是灵感的这个环灵 不管它是南中,它是如中 但念第一佛,名好,公得无量,何况得名 这个呢,地宗菩萨跟世尊说 说的,现在未来的众生 只要念一个佛的名好,它就公得无量 何况,我们念很多名 念很多名,就是说 我们知道很多佛啦 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有学习模拟佛 有阿弥陀佛 那么有十五佛啦,过去还有七佛啦 迦瑟佛啊,居留孙佛 居闹含摩尼佛啊 还有当然,生命的尊佛啦 那么,刚才听到一个佛的宗菩萨就很大 何况,我们听到很多佛啦 比如说,我们拜这个拜禅里面 拜八十八佛啦 还是说拜这个千佛啦,三千佛啦 那么这个名好,都有很多的宗菩萨 二百八十九佛啦 说是中生顶的生是是是 主的代理,中部队 奥多 中生呢 不管是生的时候 还是死的时候呢 都可以在这里 就是说中生呢,不管是生的时候啊死的时候啊 那么他如果能听到这个佛好词呢 那么他就能在这里 中部队奥多 奥多就是说,他没去堆这个三奥多 这个三奥多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 家里的灌烧,哪里只有一个人啊 比如说,如果有人翁身啊 没人要背我们做念 我们就去一个念 没人要在家,没人要念佛 那么哪里有一个人自己念哦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说啊 我不是小孩不是女孩,我是亲情啊 那是阿姑啊,阿伯啊,阿姨啊 阿姨啊,嗯 那么 我们要把他念一句好 他也可以在这里 他说家中冠上哪里是一人啊 一个人 一个人 唯是门人的高声念一佛名 这个大声的念,让他听 念一个佛的名 那么现在说不管什么佛啦 说有时候佛,有时候流离公如来 石牙模拟佛,阿弥陀佛 都同样 四面中人,对我无感觉 宜夹佛顶,这顶小月 这个礼妙中的人,除了说他 我无感觉 我无感觉就是台老婆 台老母 台阿罗汉 台师父 祝福心慧 也就是说佛这个 建母专佛伦经团 那么呢 这这个礼妙啊 可能说 这个 念佛的,他无法度什么最消灭 除了这个五无感嘴 其他的这个礼妙呢 都可以消灭 都可以消灭 那么呢,所以这是帝宗菩萨 跟我们讲啊,我们众生啊 只要可以清凉符合 那么符合呢,他就有这个宫殿 所以这是我们简单的说 我们刚才说 在德里乡 让我们了解说,这个符合有这个宫殿 那么 帝宗菩萨呢 他用随时的证明 他过去的经验 看过那条座 那么 他可以 众生来可以清凉 那么就有这个 很大的利益 因此呢 就是我们的宫殿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只有讲到这 好,简合藻 好,简合藻 好,请放手 好,请放手 这两百九十七页 这个,我们上线的宫殿 这个,我们上线的宫殿 这个,请佛名合品 那么请这个佛的名合 好,那么 那么帝宗菩萨说过去有什么佛,什么佛 那么 如果穿这个佛的名合 那么有什么宫殿 那么我们看两百九十七页 最后一页 两百九十七 说世尊 现在、未来、一切中心 六天、六年、六南、六路 就是说 这个帝宗菩萨跟世尊说 说现在也好 佛得在世、现在 这个是未来也好 一切中心 那么不管是六天、六年 就是说它是天 一定的天神、天灵 那么这个是人 我们人的人 六南、六路 不管是南九 这个是路九 但念第一乎名合 两百九十八 只要可以念一乎的名合 我们的宫殿无量 何控得名 意思是说念一尊佛的宫殿佛 这个所在 全文都是说佛合 就是说佛的名合 比如说阿弥陀佛 说佛的宫殿佛 那么有数量你说如来 这种是佛的名合 那么这个所在全国的念佛 就是说念佛的名合 所以我们之前有说过来念佛 有很多种 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是念佛的名合 那么有些说念佛心佛 念这个佛心佛 这是说念佛的胜佛 这是说念佛的胜佛 功名 行胜 这是念佛的宫殿佛 但是呢 这个所在是说念佛的名合 直接为这个名佛来念 那么可以念佛的名佛呢 290佛说功德无量 何况多名 那么念一个佛的名佛功德就很大 何况说很多名佛 很多名佛就是说很多佛的名 比如说我们88佛 那么就有35佛啊53佛啊 那么那些佛好 所以呢这就是说佛好 因此呢 我们在这个佛法当中有很多啊 教我们说穿这个佛的名佛 这是佛萨的名佛 那么这个佛佛萨用这个名佛来理的种心 后来念佛就交易说 是种心定 生时世时 主的代理 终不对恶德 意思说种心 如果还可以念这个佛的名佛 那么他在生时时 死时时 可以立即大离 生时时呢 什么是生时世时呢 我们来听开讲 比如说近前讲啊 这位小孩要生散的时时啊 这个余灵要生散的时时 那么呢 这是说小孩生出来后要给他做功德 念佛 那么呢 这个小孩呢 好期健康啊 那么这是生时时他就有利益 所以我们小孩如果健康呢 如果有给他念佛最经的 这是最多种经的 那么这个小孩他就健康啊 不是说我们要给他吃营养啊 吃剥片啊 所以人家现在很多小孩啊 生出来时呢 如果有念佛的人 都自然都很健康啊 如果有业重的人 你还要怎么吃 他也是不太好 那小孩也不健康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帝中国说 我们如果小孩要生的时候呢 要念佛的名佛 啊 这是上经 那么呢 生的时候有大利益 那么这是说行善 那么另外一个生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在生的时候啊 我们人家娃娃的时候念佛 那么念佛也有很大的利益 那么念佛可以没做 那么可以静活 念佛可以小灾 所以那是说 我们生的时候也可以念佛密度分 不是死的时候 所以这时就会念佛密度分 再来说 死是呢 自得代理 就是说死的时候啊 就是今前有讲过 帝中国菩萨讲过 和主名菊王有讲过 重心喝明佛的时候 如果能听到一佛的名佛 一菩萨的名佛 那一菩萨的名佛 这个人喝明佛的 买对三奥特 所以这个时候没有你分 多一个菩萨 多一个菩萨 它有什么元 只要这个重心呢 它可以听到佛菩萨的名佛 每一尊的佛菩萨 都要求重心 不管你 你命中死的时候 是念阿密度分 让它听到阿密度分 色谤母年佛 有时候留你讲如来 这是地中菩萨 观世音菩萨 文殊疏理菩萨 听到什么佛菩萨的名佛 的重心呢 都不会对三奥特 就是说每一个佛菩萨 都是想要在生死当中 你那个重心 所以佛篇来说 不管什么佛 什么菩萨 那是力量八十八佛 那么什么佛呢 都同样 这个重心 它就不会对三奥特 所以这个所在讲的菩萨 没有说 判定到一佛 也没有判定到一个菩萨 就是说每一尊的菩萨 都是有这种的主比 在生死的当中 主得代理 全部对奥特 就是说 它在名中的时候 如果能听到 那些名佛 那么 它不会去对三奥特 不会到第五奥特 特性的 所以这就是 这个帝宗菩萨 在世间世尊 面前跟我们开始 说我们人生死的时候 这个佛菩萨 念佛菩萨的 名佛对我们有很多的利益 所以我们人在生的时候 说要去哪里 那么甚至今人们说 要来外太空 要来坐太空梭 花几百万几千万 就会带到太空梭 可以等待空中一天、两天 那么只要有这个钢骨 有这个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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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可以到天上去 可以到这太空梭 一次开几千万也没关系 那么但是呢 如果说到特殊世界去的 只会藏这个资材 还有藏这个钢骨 有时没办法去的 所以,如果我们以乎来说 生死当中对我们最有大利益的 就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地费 一种就是公贴 如果有公贴 是从世界来去的 我们比较有顺利 生死的时候 不是说你收钱 买通,那些鬼买通,影都用 买过来的好教 收金座收钱,朗西之后收房 这种都对生死没帮助 生死真的有帮助 就是地费 和公贴 如果我们没有地费、没有公贴 那么就要克服菩萨 菩萨的价值 所以我们也知道生死当中 不是像我们来出国,来留有 我只要有针 我只要有飞机 我有机票,我有钱 甚至我能够到太空去 但是生死跟这个世间的都不一样 不是用钱可以买 不是说你有钱就能安装 甚至世间人说中风水 不是说你风水地利好 你的人就会超生嘛 对吧?你跌到好围,跌到买围 你怕孙就真的在着福嘛 怕孙主,有怕孙福 人家有福报的人 自然就有福报 那是一种元气而已 那么对这个方形者来说 跌到什么好地方 跌到什么好时期 跌到什么好风味 什么时间 那都是我们中生的梦想 所以只要我们生死当中 穿福的名号 所以我们以乎我来说 生死当中有作用的 只有地位跟公顿 我们有地位清清清清清 就都撒下去 如果有公顿 清清清清就有帮助 如果我们都没有 就克服佛山 这样呢 这个地方说 最不对欧倒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如果有钱的人 死了的时候 也是生老病宿 也是无上 虽然说真没说真有钱 但是我们只要合佛 翁生的时候也是真尊贵 因为我们有地位 我们有公顿 所以这是帝宗佛山说 我们称福的名号 再来说这段说 就由你明中人家中冠秀 乃至一人 为是白人 高三年一副名 那么 是明中人 对我无感触 疑业佛顶 适得消灭 就是说 如果有人喝名中 在乎生 在乎生 家中的冠秀 冠秀就是说 孙子、孙子 乃至亲戚、朋友 年友也没关系 都随于冠秀 乃至一人呢 乃至只有一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 不管是 孙子、孙子 孙子 只有一个人呢 为是白人 高三念一副名 高三就会出声 出声给念 因为要出声念 这白人比较疼 白人比较疼 白人比较疼 只要有一个人 要轻给他出声念 一句符名 这个名中人的 都五五感座 这个你名中买死的人 除了说 他这个五五感座 这个座真重 五五感就是说 台老伯啦 台老母啦 台师父啦 台阿罗汗啦 出乎新费啦 那么这种的呢 就是当座啦 除了说 做这种的当座 我们现在人 除了说 你 出乎新费是没有啦 除了说 你台老伯、台老母 台师父 以外 阿罗汗也不知道 要去桌桌 桌来台 那么呢 所以说 你如果 除了说 台北、台母、台师父以外 其他的 亿业不定 其他的嘴巴 其他的胳膊啊 这个亿业的胳膊啊 这个亿业的胳膊啊 色调的消滅 都可以消滅啦 意思是说 我们如果能够 把他穿 佛的名号 那么到你名中的时候 他这个只要有 参灰心来听这句话 那么 郑敬健身来听这句话 那么他的嘴巴也可以消滅 所以我们要相信 佛啦 最信佛 别说因为 境界来就没要信佛啦 所以像我以前说的 有人因为家庭没出去了 所以没要信佛啦 因为他去信八九 家庭就没出去了 对吧 现在又因为 因为子庭不肝啊 肝不肝啊 肝不肝就没出去了 想说没信佛 不然来洗礼 看看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健身佛的 他们当然要有信心嘛 来味道到尾 肝不肝不肝啊 那么如果还有不留意吃 想说这都是我们的嘴巴 做恶就要受嘴巴 本来就对了 就是这样嘛 那么不管我们本身也好 我们的儿子也好 只要做不成 本来就要受这个嘴巴啦 那么这个是因果嘛 那么所以我们健身吃呢 所以你的人家的嘴巴 他这个嘴巴 除了五五感嘴都可以消卖 再来显摘 三百亚 是五五感嘴 随志极重 当经一夹了不得出 生死人命中是他人为己清凉不明 依是嘴中也将消卖 意思是说那么除了五五感嘴都可以折 那么这个所在说五五感嘴 是五五感嘴 虽志极重 虽然是真重真重 重到多重的 重经一夹了不得出 重不重的 几一夹几一夹 千百万减的 都没得出这个地獄 没得出这个三亚读 那么这意思是说 做五五感 太老伯、太老妇、太师傅 祝福心肺 这座很重 因为 青菜公公的都会几页、几页、几页 那么没得出二三亚读 那么 生死人命中是他人为己清凉不明 因为照着他人命中 虽然这些人有太老妇、太老妇 这种的座 这个座 但是因为 人家帮他清凉不明 他是嘴中 他要遮小卫 那么他的嘴也渐渐小卫 会减轻就对了 会减轻 减少 所以呢 这是说人 他能喝名中 人家帮他做梁 所以做梁有一个人 信誓一个人 给他念一句佛 他都可以在座宫殿 所以我们人 如果有刚才有人喝名中 我们也几减念一句佛 佛给他听 虽然有当时 无法教我们的意思 无法教我们的缓 所有的人都依照佛 来教他教祖 或是来教他上经做佛书 但是这些人呢 我们也能念一句佛 让他听 这个人不管是什么人 我们的亲情 我们的死度 那么他能听到这句佛 那么他就会在座宫殿 那么这都说人命中的人 那么再来 三百零一项 最后一项说 佛康众生 祖清祖凉 那个佛无量 买无量罪 佛康众生 他自己来清凉 自己清佛的名号 自己颖凉和佛的宫殿 对于我们自己在生的时候 别说 我们到二名中要